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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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差不多齊了,開始了,好嗎 好… 我們找人回應一聲,好嗎 好嗎 沒甚麼反應,先休息一下… 不用煎 我又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 … 紅 … … …… … 黃 … 好,大家好吧 好… 非常意外 凍督小,今晚就和大家凍得多為惹 又由於叫洞督嘯 所以大家知道是互動 為何要有四面台 就是因為覺得這邊不太冷 沒甚麼反應,我就看看那邊 我只叫沒有掌聲 我就看看這邊 好,我也愛你 我也愛你 好,不知道這邊是否聰明 也有很多素人,好嗎 大家好,我愛你三 看來這邊也會… 是,我們就是同問你們 大家懂得遊戲規則,整晚就是這樣 你何時覺得這傢伙的背部經常對著我 那你就… 好… 好,就是這樣 各位,由於我非常受小朋友歡迎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的東西不單是小朋友看的 你的東西不太適合我看 我很想看 所以我這場真的要慎重一點 如果你真是小朋友 我真的要請你出場 因為這是真正的兒童不宜 好嗎 但又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 很多人的樣子就是大人 心裡就是小朋友 所以我要問大家的問題 看看誰是真正的小朋友 你坐第一行 我那些無非都是想答問題 整個光圈都照著 這兩位一起來的 男的這麼英俊 女的這麼漂亮 她真的承認 兩位真是承認 你看到嗎 不是,她真是美女 美女,我請問問你 很簡單的心理問題 好嗎 紅燈是代表停車 綠燈是代表開車 黃燈是代表甚麼 是暫停,是等待的 這就是小朋友的答案 大人知道正確的答案是甚麼 衝 黃燈就是你還不踩油衝過去 這裡有一個小朋友 第二個問題 問問這一邊這麼多的朋友 各位,我們現在還應不應該 是路不實為嗎 你覺得嗎 是,這群人都沒有回答 因為上面這群 根本就不知道路不實為是甚麼 對不對 我問一個年輕人 他說 我知道,路不實為 一個日本女明星 不是,那是路不實為 知道 路不實為 沒錯 各位,是應該的 你撿到別人的東西 要還給別人 金錢例外 你小時候經常玩那些 蓋棉胎 為甚麼 拿著啡牌 1,2,3,4,5 拍著它 是不是 就是訓練你今天逛街 OK 廁紙 電費單 身分證 ID 3萬元 為甚麼 為甚麼 路不實為是不包括現金 因為當你拿到3萬元 去交給警察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想試探一下他 你這樣的行為 是跟搶槍沒有分別 你也是想他死 他開槍打你 嚴格上 是合法的智慧 路不實為 別走 路不實為 又問問這邊 這群朋友 各位 我相信你們很多人都會答這個問題 錯就要認 下一句是甚麼 打就要認 你一聽到答這句話的人 就知道他充滿紅豆豆的男子氣概 錯就要認 打就要站定 而且他一定同時有一點智障 打也要站定 唉呀 唉呀,不要了,哥哥 打多一次 打要站定 錯就是要認 打就不用站定 OK 錯為甚麼要認 為甚麼 為甚麼 我們也知道 一代委員華盛頓 斬錯一棵櫻桃樹 他也認錯 是吧 除了斬櫻桃樹之外 華盛頓一生人還認過甚麼錯 他一輩子只犯過一個錯 他除了一棵櫻桃樹之外 甚麼錯都不肯認 我斬棵樹而已 全世界都知道 現在明立千古 我斬棵樹我還可以逃脫 多大不好認 錯就要認的 下一句應該是甚麼 要對方贏 如果你斬棵樹 你不是要說抱歉 你第一時間要指著對方 說你死了 擦棵樹在這裡 如果對方說 好像與我無關 給點信心 雙眼睛看著他 給點信心 錯就要認 打就站定 各位我們小時候真的這樣 因為世界經常跟我們說很多 黃燈是要停 錯就要認 路又要不實為 然後你長大了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的人 做人都不是這樣的 然後你慢慢發覺 你明白為甚麼他叫你路不實為 因為你實為了 他實為甚麼 他還跟你說 斑馬線是很安全的 可以閉著眼睛走過去 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會不會這樣跟你的兒子說 你不會 你會這樣跟別人的兒子說 小明很安全的 閉著眼睛走過去 有甚麼所謂 跟我的兒子爭奪玩了 是吧 各位 因為人大多了 你自己就要懂得 撿衫 你知道嗎 以前你這樣 那樣 這樣讚美我 我會感到臉紅 現在你 你這樣讚美我 我會為你感到臉紅 好的 你為甚麼讚美我 有甚麼企圖 各位 誰知道一個債、大人 債人 是 一個債人 一個大得債的人 一個大人 是不需要別人讚美的 為甚麼?因為他知道自己是怎樣的 信不信由你 現場很多人認為我是一個英俊 好…不要吹字… 真的清詢一下意見 認為我是英俊的拍手 沒有欺騙你的 很多人看到他真的有眼睛 真的英俊 好嗎? 真的很多人認為我是英俊 但我自己知道 其實我真的不是英俊 我只是耐看 好嗎? 各位 你不稱讚我都無所謂 但你不可以討厭我 以前你討厭我 我第一時間會自己檢討 我做錯了甚麼 現在你一討厭我 我第一時間反彈成巴 你一討厭我 你一討厭我 我一討厭你全家 你一討厭我 我一討厭你全家 你一討厭我 住那一區 但願深水埗 永遠塞車 很多人跟我吵架 現在不明白我在罵甚麼 地陷 林招牌 對 改路 總之我現在罵人 是罵得很宏觀 謝謝 但其實你不用真的討厭我 我已經可以討厭你 現在只要你不稱讚我 我討厭你 你稱讚我 我不相信你 所以現在我最好的朋友 都是那種我不是很認識的人 我不認識你 但是我很相信你 你是我自己 因為我不認識你 這些就叫做掌大 各位我知道的 我自己也知道的 我小時候是很白癡的 我是很有同情心 是啊 那你說呢 現在又怎樣 小時候是真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 我看見黑衣 我看見黑衣 我一定會捐錢給她 我一直覺得我險她 為甚麼 我告訴你為甚麼 因為我小時候 我幻想力很豐富 譬如我看到一個阿陀 在黑色 我會自動幫她想 她一定有十個兒子 死了八個 我不知道為甚麼 不會想人死了六個 又不會想人死了四個 死了四個 死了四個很黑仔 我又會馬上幻想她 她一定是一個老公 就是下半身是半身不遂 又不會想人上半身半身不遂 上半身半身不遂 也可以的 醫學上也成立 但可能是沒甚麼說服力 你在追巴士的時候 我本身不遂 喂 等等 等我 真是半身半身不遂 都不等 很可憐 阿伯由於下半身半身不遂 很可憐 一天到黑 就要叫著跳樓 而阿婆之所以要出來黑食 就是因為她想賺點錢 可以從高層搬回到二樓 等阿伯有一天真的跳樓 跳完樓都可以回家吃飯 對嗎 人家那麼可憐 你怎可以不捐錢給她 小時候真的這麼想 現在我很少捐錢給黑店 我不是覺得他們不可憐 我而是覺得 我現在看到黑夜我傾向 是想一些很正確的事情 對不起 我美國口音是比較重的 有時連東西流露了出來 I'm so sorry 我的天 我的天 是 例如去年那位 我見過三個黑夜 我為他們停步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阿婆 在我那裡黑食黑了很久 那天我走過 我才忽然之間發覺 阿婆 你在這裡黑食黑了二十多年 你在這裡拉了二十多年二壺 而你原來拉來拉去 都是拉過三幾首歌 我忽然之間覺得很感動 各位 那表示什麼 那就是說 表示了一個人 其實是懂得很少東西 已經可以找到聲 你說多勵志 那些黑衣 很正確 對嗎 第二個黑衣 我只是在灣仔的天橋 看見她 可能你現在走過也會看見她 她沒有腳 就這樣趴在天橋上 兩隻手頂著 總之任何人走過她身邊 她就不停地按摩 又不說 又不停地按摩 又不停地按摩 那天我走過 我自然停下來 看一看她 當然是會引起騷動 停下來 是很多人會想打我 我很留意她 我真的幫她計算過 很厲害 她一分鐘 每秒鐘是說九十八 真的很快… 平均每秒鐘一夜半 我馬上又想起 我們現在經常提倡環保 對吧 我們說水力發電 風力發電 有沒有人想過 頸力發電 我們安救東西在她的頸上 可能整個東九龍會穿著 第三個黑衣 我真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不停下來 我在大陸 看到她 她就是 躺在石屎地上 沒有手 沒有腳 只有身 對 全場只有一個人 覺得這麼有趣 沒有頭 其他人覺得 對 那就是人 沒有手 沒有腳 有個身就是人 很奇怪 我每一場都在等人問 每一場都只有一、兩個人 對 頭呢 有趣 你們在想 好 她有頭 還有只有一個身 不要笑 人家真的很慘 沒有手 沒有腳 只有一個身 她說我真的忍不住 你看到這個情況 我那種激動是大陸 你會立刻忍不住 你是問天 那她怎麼來的 是嗎 都沒有手 沒有腳 是嗎 原來我們中國這麼多人 因為那些人懂得在地上爆出來 我們這些肚子很肥 有七、七、四、九個同男同女 走過 你就… 所以你們的野餐是對的 鋪一塊東西 幫地上避孕 你不是吃東西 又出一個人出來 那你又不夠三文字分給她 對吧 我小時候… 各位,我還有一件很大問題 就是我人是很有正義感 真的 你看她的樣子吧 我小時候我特別… 我最怕是甚麼呢 我看報紙或新聞那些 看到那些少女被人非禮 強姦那些 我很不舒服 我很激動 我愛人會 我激動到睡不著 我要看整晚龍虎門 才可以發誓到 然後我又發覺 我的激動是一個模式 如果那個受害人 他越漂亮 我越激動 如果那個受害人 那些人真的說 不是,真的那麼漂亮 我…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覺得那些不算是非禮案 我覺得如果你說 你自己根本不太漂亮 那被人摸一摸 你應該叫 搶東西 搶東西,壞蛋 是應該這樣 那如果你是認真… 不漂亮 我覺得那些根本不算是甚麼 犯案 那些是屬於甚麼 那些是屬於… 誤會 你也可以去報警 阿Sir問你甚麼 誤會 我知道這樣想法是否很適合 他知道 但我小時候是這樣 我很坦白地跟你說 總之 美女受責 我小時候很激動 我激動到怎樣 我簡直叫我媽媽 那時候我已經睡在房間 我叫我媽媽 我不管 你也幫我弄一張屬於床 因為我知道 我一定是不知哪人 我會救一個這樣的少女回來 而她又無家可歸 那我有地方安置她 而我媽媽就跟我說 如果你真的救了這樣的少女回來 她要睡 也不是跟你的妹妹一起睡 我媽媽不明白 那你有張屬於床 如果人家真的報一 是方便很多 你是不是人 黃之華 你這樣 你都想得出 你是不是人 各位 你看不看 這些就是幼稚 我小時候就是為了 一些幻想出來的人 對他做了一些 不好的事 而感到內疚 對幻想而感到內疚 這個是真正的幼稚 對一個真真正正正 真實的 不幸的人 能夠無動於衷 好 這些就是真正的長大 我不記得了 我要無動於衷 我聽不到 不是說真的 那天 因為那天我記得 那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天 那天 那天是我剛出來工作 沒多久 我在一間大公司工作 剛剛上班幾天 放午餐 第一個吃完 當然是頭一個 飆回去 新仔 我一坐下辦公室 我後面聽到有人大聲喊 救命啊 心都寒了 光天化日 你明白嗎 辦公室 我看一看 我原來是一個男人 在捏著一個女人 後來我就知道 那個男人 是那個女人的前夫 大家都是同事 來公司 那個女人就是她前妻 而當時整間公司 就只有我 前夫 和前妻 當時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走 因為不用問了 前夫 捏完前妻 然後就要滅口 但我跟自己說 王子說 你不可以走 因為他們兩個 就在門口捏著 這時候很難說 麻煩你借給我 而且不單止 大家明明 因為很複雜 那個前夫 是高我幾級的 即是我出手救人 我會阻礙高層做事 那不是很適合公司規矩 你想想哪句話 有說服力點 你不要捏他 你明天不要上班 似乎他有力點 我正在想 我正在想 我當然想 他不知道 我救了他 會不會報恩 總之很混亂 那些同事回來 就 推開了他們 然後我自己 就回家 當日晚上 我只要面對自己 生平第一次 真的要面對自己 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我是否一個 冷血 見死不救的人 常常都有人代我回答 你說我家裡也是這樣 真的嚇死我 我只是一個人住 你有沒有問題 究竟我口不口渴 口 我是否聽到話 不是 究竟我是否一個 真的見死不救的人 當你一個人在家裡的時候 沒有人能回答你 你是很困擾的 這些問題 你想了很久 都想不通 但我覺得 現代人比古代人 有一個很好的優點 就是 當我們有些事情 真的想不通的時候 我們有個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看電視 所以你聽過 大事化小 小事化毛 那個毛 就是 無線電視的毛 如果前一太 你有問題 你看看《奸人堅》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現在不能看 當然有很大的問題 但當時我看到電視的 不是《奸人堅》 是在做一套動物的紀錄片 是在說兩個非常愛護動物的人 各位 非常愛護動物的人 他們在拍攝一群 大笨象的生活 而你看到 在那一套片裏 那些大笨象真的是大笨 走著走著 會忘記了一隻小笨象 而小笨象 也不是小笨 這麼大群大笨象 也會走著走著 不見了 不見了就很害怕 是非洲的原野 小笨象就會到處去找大笨象 找不到 找不到 就回來見到一棵 很大棵樹 不知道會不會有象 又好像不是 又出去找過 找不到又回來靠著一棵樹 又出去找過又回來靠著一棵樹 找一下找一下之間 但非洲的原野 夜幕低水 非洲的野狗出動 如果大家有看過紀錄片 你知道非洲的野狗是怎樣 基本上全身 只有一棵牙 啊啊啊啊啊 就出來找東西吃 一看到一隻小笨象 幾十隻圍著它 一些扯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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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著尾 將它捧低了 我看著小笨象 由掙扎 到躺下 到不動 都沒有了 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 那兩個愛護動物的人 都拍攝下來 他們兩位 怎麼解釋他們這個 袖手旁觀的行為呢 很重要 各位 這句話 很幫到你 他們說 做我們這一行 最重要是 不要打亂大自然的規律 我是不是冷血 是不是見死不救 見到那個女人 被人捏不夠她 不是 我是 不想打亂大自然的規律 各位 這個世間 是很多不幸的 這些都是大自然的規律 而做人這一行 最重要就是 不要打亂大自然的規律 而果然 到了翌日 我就見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到了翌日 我自己一個人去吃晚飯 同桌 就有一家人在那裡搭桌 有一家四口 爸爸媽媽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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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可能他們 是認為我在那裡搭桌 總之 吃吃吃吃的 忽然之間 那個媽媽 很厲害 掌握了小孩子 一巴掌 很厲害 如果你沒見過這東西 你不知道甚麼叫做厲害 是真的很厲害 這樣掌握下去 我是忍得很辛苦 才不要突然跳起來 是發手掌 你明白嗎 是忍得很辛苦 你吃吃餐蛋飯 就在對面桌上 有一個人廢達娜的開球 真的有百多米 小孩子也呆了 我想他是在想 我是否被雷砍 就沒有了 我看到爸爸也呆了 他也不懂得反應 臉部是由黃 變成紅 變成紫 然後他就用他的 很沒有有力的前臂 一下子撿著旁邊 那張鐵柄椅 很重 只在椅腳上 整張椅拿起 然後很用力地 一下子就 扔到地上 然後在口中 唸唸有錢 OK 吃飯 繼續吃飯 乖吃飯 我心想 他說了什麼 令到他可以冷靜得這麼快 只有一個可能 媽媽打兒子 是大自然的規律 做爸爸這一行 最重要是 不要打亂大自然的規律 各位 所有的不幸 都是大自然的規律 而大自然最高的規律 就是物理的定律 以下我所說的 你沒有一個物理的博士學位 你是不會聽得明白 但今天你們很幸運 因為人們都沒有博士學位 所以從我說出來 你可能會明白 你聽清楚這句 各位 所有的不幸 無非就是能量的轉移 有料到 我知道你想拍手 但你又不敢拍 你跟我問你 我說什麼 其實你不明白 但你感覺到 有料到 對不對 為何不幸 是能量的轉移 用剛才的例子 我說一次 你們就明白了 媽媽打兒子 其實是什麼 無非就是媽媽的手掌的能量 傳到兒子的臉 但兒子的臉 太小 吃不完 就彈到爸爸的臉 所以我們看著 溫度向上升 由旺邊旺邊那次 但都吃不完 就彈到他的手 他的手都吃不完 就彈到椅子上 椅子都吃不完 他就舉了椅子 一躺到地上 完全能量轉移 不幸就是這樣形成的 各位 而有關能量轉移 最出名的方法 就是愛因斯坦的 E等於MC Square 越來越厲害 不過你不明白 OK 如果你明白 E等於MC Square 是什麼 其實你是不明白 我在說什麼 OK 各位換一個角度說 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說什麼 不幸無非就是 E等於MC Square 很重要 這些有博士學位 大家為他鼓掌 就這樣已經夠你寫一篇 博士論文 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 各位很重要 如果你明白 不幸無非就是 E等於MC Square 你做人會豁達很多 以後你有見到媽媽打兒子 你不會再怪過媽媽 你會說 E等於MC Square 何必呢 你看到有前夫打過前妻 你不會再怪過前夫那麼殘暴 你會說 E等於MC Square 你嚇死吧 但大家不要搞錯 E等於MC Square E等於MC Square 並不是宇宙裡最高的定律 如果你問奈恩斯坦 那為什麼E等於MC Square 他會告訴你 是因為 系拉定律 系拉定律 是全個宇宙最高的定律 系拉定律 只是一個簡稱 他的傳名是 是這樣的 定律 由於這個定律 是這麼深奧 所以小孩子當然不明白 所以小孩子見到不開心 不幸的事情 會經常問 為什麼… 但大人就明白了 所以大人會怎麼回答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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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會有乞丐 是這樣的 為什麼前夫會打前妻 是這樣的 如果你再成熟一點 你還會進修好嗎 法則 好啊 法則是我鑽研了很久 鑽研出來的 好啊 法則的全名就是 很出奇啊 法則 為何自己親生媽媽 都會這樣喪打自己的兒子 是這樣的 但爸爸又會不理會 很出奇啊 如果你懂得這個法則 這個定律 我告訴你 沒有人能賣你新賣旗 叔叔,買一支旗啊 買旗 買什麼旗啊 國旗啊 不是啊,叔叔 那些孤兒 孤兒沒有錢讀書 孤兒沒有錢讀書 是這樣的啊 不是啊,叔叔 他們連飯都不能吃 很出奇啊 我會把表情重做一次給你們看 很出奇啊 很出奇啊 為何要做給你們看 不是拼搶聲 而是你學到這個表情說 很出奇啊 連賣旗的那個都會打你 你沒見過賣旗的人打人 你試試下次有人跟你賣旗 你跟他說 先生,買一支旗啊 買什麼旗啊 買一支好出奇啊 但是各位 你何時會發覺 這個很出奇啊 和是這樣的 真正威靈呢 就是當有一天 不幸降臨到你自己身上 你想找個人傾訴一下 阿強,阿Mary 她真的欠了我錢 不還,連電話都不回覆給我 是這樣的啊 不是啊 我對她這麼真心 她現在真的當我老襯 很出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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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神經病 你無緣無故打人 每個人都有了 神經病 你無緣無故打人 很出奇啊 是這樣的 說真的 各位 我不知道為何今成這樣 我會變成這樣的人 是這樣的 不要出奇啊 我只知道 無論我變成怎樣 你一定要喜歡我 因為如果你不喜歡我 你真的不喜歡這個世界 因為我是跟蹤這個世界這樣走 你明白嗎 我是從來未歐過 在我人生裡未出現過任何一個潮流 我是一個都沒有放過過 很簡單 先拍一拍 近鏡 就這個瓶莊水 大家 瓶莊水是一個潮流 你知道嗎 是曾經試過沒有瓶莊水的 就是這個地球上 在瓶莊水出現之前那一天 喝水 是不用錢 你不記得了 喝可樂就要錢 是的 其實當時 各位就是這樣 很巧合 我很記得 又是 無緣無故幫他賣廣告 不要緊,我們做人不要太執著 說回這個問題 在有瓶莊水之前 你想想,你在家裡喝水 你就要煲水 不用錢,對吧 你外出喝水 所以,有一件事叫做水壺 對吧 你現在嘗試比水壺大出街 怎麼這麼大的人 還可以做童軍 你想想,水壺 是多麼古代一個名稱 古代到古時 不是有一本書叫做水壺傳 就算了 我很記得的 在那天之前 喝水是不用錢 那時候還沒有7-11 沒有7仔 這些 各位 我是在紅雞士多 看到天下第一支瓶莊水 他就站在了維他奶旁 維他奶賣兩元 他又賣兩元 當時我感覺到一種徹底的不公平 維他奶做了多少 對吧 加糖、加石、加營養 諸如此類 由一支水 才變成一支奶 結果 價錢就跟一支 甚麼都沒有的水 一模一樣 我們這樣做 我們怎麼對得住維他奶 我們是支持 有做事 等於沒有做事 有了道 等於沒有了道 而那支水 就很大無屍羊地站在那裡 不用錢嗎 是這樣的 我從那天開始 各位 我就明白 為甚麼水的化學成分 是叫做 H2O 因為他是賣兩元 兩個O 就是H2O 隨著通貨膨脹 他會變成H3O H4O 所以你明白 今時今日 為甚麼城市人 這麼容易這麼暴躁 因為今時今日 我們在喝的水 是H8O 而如果稍為有化學常識 你知道 一個H對八個O 那個化學成分 那個分子結構 是很不穩定的 所以今時今日 那些人們喝喝水 他們說你看甚麼 你看甚麼 是不是很奇怪 喝水 所以你搞清楚 以前 你叫人 冷靜點 你叫他喝點水 為甚麼冷靜點 不要喝那麼多水 從那天開始 我知道 如果我要出家喝水 我只得兩個選擇 要麼我就買了這瓶瓶裝水 要麼我就做回同軍 我覺得非常非常委屈 特別是當時 第一間出這個 春裝水的那間公司 就是叫做屈臣屎 我就是屈臣屎 我就是名屈 我就是名屈 你很出奇 我就是名屈臣屎 看著那瓶瓶裝水 我看了很久 好… 最終我買了它 然後我拿回家 然後我扭開它 然後在接下來的那一年 每天我出街之前 我都熬水 然後進入門過瓶 拿回去 拿出去 拿出去 我從來未出過 當然一年之後 我都認真地開始 買瓶瓶裝水 我是用了一年的時間 各位 來適應瓶瓶瓶這個潮流 來適應瓶瓶瓶水 這個潮流 我阿爺用了一輩子 都適應不到 出街吃飯這個潮流 在家吃 同樣的菜 10元 出街吃 100元 我為什麼出街吃 阿爺 出街 人家幫你洗碗 在家吃 同樣的菜 10元 出街吃 100元 那就是說 出街吃 洗碗 是洗了90元 如果洗碗要洗90元 我寧願擲爛些膠碗 各位 由於我本人是一個知識分子 我來想回 阿爺這段對話 我來考究 在他的年代 是沒有膠碗的 所以他那句話 應該是反過來 膠不是在那個位置 他應該是說 如果洗碗要洗90元 我寧願擲爛些碗 香港終於第一天 是研究到膠字怎麼出現 跟我吧 謝謝 我很難想像 如果被我阿爺發現 我今時今日 在喝的那支 H8O 各位 他有什麼反應 我不打死你這個敗家仔 在家裡喝水 不用錢 外出喝8元 很明顯 膠瓶要8元 你竟然喝完一瓶水 掉了膠瓶 這個膠字 就不可以亂擺了 好嗎 各位,我又是看著另外的潮流 很多人都流行穿那雙球鞋 現在叫做… 有三件… 三件叫做甚麼 Eddie 有人叫Eddie 有人叫Adidas 我自己是叫做Adidas 因為我是懂得德文 各位,我是看著Adidas的出現 當時我已經穿鞋了 我穿的那些叫做一般白布鞋 一般人所稱為白飯魚 13元 Adidas 多三件 130元 我穿不起130元的Adidas 但是沒關係 我懂得在白飯魚上 我穿了三件 我是第一個發明Cross Over的 白飯魚Cross Over Adidas 都是13元 會否被人吃穿 不怕 因為當時有一種褲 叫做喇叭褲 你是不會明白為何一條褲 要有三十多寸闊的褲腳 是否要來偷運人蛇 過關 你們兩個人也有進來 還有位置 鎮定點 阿Sir,沒事吧? 好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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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喇叭褲不是這樣用 喇叭褲最大的功能 就是可以蓋住我的白飯魚Cross Over Adidas OK? 不論你多大疑心 你極其量是是掩掩 看見有三件東西 試試試試試看 OK? 喇叭褲Cross Over 白飯魚Cross Over Adidas 天衣都不放 但是 終於有一天 你會買一堆真正的Adidas 無論任何的代價 我付出的代價就是 一個月沒有吃到牙 當時我餓得臉都很阿迪達斯 每邊有三間 但也儲不夠錢買它 於是我開始做一些買賣 主要是賣家裡的東西 但我家裡沒有甚麼是我有的同學 除了我比較多的弟妹之外 總之最後我真的買成我的阿迪達斯 而我家裡沒有小道人 你會說 要不要搞這麼多東西 買了球鞋 當我穿上阿迪達斯的時候 我不是穿著一雙普通的球鞋 大家不要搞錯 我是穿著一雙 保時捷 保時捷 保證你的時速很快 是嗎? 不 哦,在哪裡鞋保時捷最好? 10呎 開蓬來鞋 坐得硬硬硬地鞋 看我吧 看我吧 看不看得… 多麼瀟灑 你又塞兩個小時 我又塞兩個小時 你塞兩個小時是浪費你的命 我塞的兩個小時是浪費我的命 同樣的原理 在哪裡穿阿Di達最好 在哪裡?排隊 哪裡有隊排就去哪裡 一邊排,一邊做瑜伽 我的人生最大遺憾 就是不可以把兩隻腳同時放在肩膀 然後到處走 不然我就英 我真的怎麼走呢 兩隻腳都放在肩膀上 那些叫飛 你想想 如果你駕駛車在街上 你見到一部保釋截 你會忍不住 你當然會看一看 很漂亮的車 然後你一定忍不住 然後看上去… 看得到司機 然後你就會說… 仰臭 你沒見過一個駕駛保時捷的人 是不仰臭的 是吧 但你猜猜駕駛保時捷的人 會怎樣想 你一看,你就輸了 Honda Honda Subaru Hunday 你一看就表示你自己在握那一部 只不過是一對白飯魚 純水代布 你明白嗎 Adidas的偉大就是在於這樣 他的偉大不在於他能夠製造Adidas 他的偉大在於他能夠製造一大堆 無數那麼多的白飯魚 你一看我的球駕駛 你就是白飯魚 我記得那一年 我參加校製團競比賽 短跑一把 你看不出來 我買了一雙新的Adidas的釘鞋 我厲害了 一般人在你的起跑線前 我一直在起跑線 我起跑到終點 然後跑回頭 來回數次 跑完、熱身後也沒力氣了 當然是 然後站在我旁邊的線 我聽說我是冠軍 他看見我的巡航狀態 這麼狠 忍不住就問我 看不看我的鞋 喂,你跑了多少 我沒有回答他 他不會知道 他這輩子也不會知道 我跑完後他也不會知道 因為我根本就跑不完 但是有甚麼重要 跑不跑得完 喂,你一問我 你就是白飯魚 我任你跑得那麼快 你只不過是一條9秒6的白飯魚 我覺得我們這個世界 我覺得流行過很多千奇百怪的潮流 其中一個潮流 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曾經流行過 穿一些很爛的牛仔褲 你有穿過嗎?穿過拍手嗎 有嗎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就是那些牛仔褲 我當時的感覺就是 如果不是法老王留給你 你不會弄得那麼爛 總之就是木乃伊也會說 我不跟你交換帳 我不再… 在那個潮流之下 甚麼叫做一條合格的牛仔褲 就是我看到你的褲 我就可以合理地推斷 你的腳是醫治好也沒用的 無故膝蓋有四個大洞 肯定是被黃色炸藥炸過 你的腳肯定是二致 在腰外旁邊分別左右 有兩條四寸長的刀痕 一看就知道沒有脫褲做變性手術 就知道了 為甚麼會流行這件褲子呢 真是想法我老 我也想不明白 但是不要緊 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總之是潮流 我就跟足 好像現在的電話潮流 各位 那種科技我不明白 我照跟 我不知道他們發明了甚麼科技 總之現在我的電話 一到三個月 我就要買那一部 是嗎 你覺得他們是甚麼科技 是否他們做了甚麼電流 總之電話你一用到三個月 好,換電話 一到三個月你會說電話 就是… 喂?阿強 你去哪裡買電話 為甚麼?說不到了 電話說不到了 你聽不到嗎 你不覺得很難看嗎 那不就有問題 我說話是很難看的 你不覺得很難看就有問題 你不覺得他們現在的電話發明了甚麼科技 就是如果你買了一部超薄的電話 你覺不覺 你自己的身形也超薄了 站出來很尷尬 我自己好像… 嘩,如果你買了一部滑出來的電話 滑得很有型 你覺得自己滑出來也很有型 我每次下的士之前 我都要打開電話滑一滑 然後跟著自己… 嘩… 我覺得自己真的像巨星一樣 總之我剛出電話頭的那幾天 我覺得沒有女兒我是追不到的 姐姐… 那些橙怎麼賣的 麻煩了 特別是各位 因為我是看著這些所謂流動電話也好 這些叫手機也好 whatever 總之我是看著這些東西出現 在這些東西出現之前 我認為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就是求求我媽媽 幫我們家裡的一座電話 安置一條40呎長的電話線 因為在那個年代 你知道嗎 甚麼叫做最型、最潮呢 就是你能夠一邊打電話 一邊可以拿著那座電話周圍走 很帥氣 那時候如果你和我住在一層大廈 你一開升降機就看到我了 認得很棒 而甚麼叫終極的性感 就是一邊跟女生打電話 一邊在那裡繳線自己 繳一下繳 繳到自己的窒息 你就可以發出那種新人的聲音 就變成很sexy 你幾點不閒 這個對 Hat man 如果一個女生那時候跟你說 喂 我黃昏六點鐘會打電話給你 你是要採取軍事行動的 你知道嗎 是很嚴重一件事 你一放學三點 你第一時間要飛回家 OK 因為你遲到了 你接不到電話 可能又塞車又等等 回家四點鐘戒嚴 在家裡任何人看電視 讀書也好 吃東西也好 細細聲 你吵著別人打電話 我聽不到 已經沒有了 五點半清場 有房間入房 沒有房間出家 你要看六點鐘新聞 對不起 午夜新聞 六點鐘個女生打電話 開始繳線 六點零五分說完 開始拆線 一路拆到午夜新聞 今時今日你要等Mary電話 你不用那麼煩 你去哪裡都可以 任何地方都可以 你不用那麼專心做那麼多事 是不是 你今時今日的煩在系 你沒有藉口不接她的電話 Mary 不是 我剛剛這個星期 Happy Hour都在找電梯 真的 No 你不會 你很緊張這個Mary 新式 是不是 新雙式 那你很緊張 你特意找個很安靜的地方 她說兩個小時就打給你 你真的特意找個很安靜的公園 一個角落來等她的電話 你要很專心 來等Mary這個電話 你可不可以很專心地等她的電話 不可以 因為你這個電話 不是真的一個電話 你這個電話的正式名稱 是叫做D.D.Y.N.S. System 多到用不完系統 你有多到用不完的功能 你等待一會 你一定忍不住 打電話才行 打電話才行 打完一會 回一下E-mail也行 回完 什麼E-mail都回完了 你的電話有800萬像功能 你知道的 以前畢業照你都不拍 結婚照你都不拍 現在自從有800萬像功能 賣一賣單就… 不是,先拍攝… 先拍攝… 拍攝出單,600多元… 是嗎? 過馬路你就… 不,拍攝一條斑馬線 黑白分明 現在你在公園一個角落 你12倍對焦 你兩隻螞蟻… 螞蟻也拍到這麼大隻 你怎麼叫螞蟻腳這麼大隻 真是多國際環境 謝謝 Mary還是不打你 怎樣才好 聽一下MP3吧 對吧 聽一下音樂吧 過一下日神吧 傻瓜 公園這麼安靜 聽甚麼MP3 私人卡拉OK吧 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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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打來了… 太興奮了,對不起… 就在這個時刻 Mary打來了 在你面前發生了一件事… 沒問題 讓你猜到我不用做了 就在你面前,你見到一個丫頭 和一個年輕人的四眼仔在喊傻 自從你擁有這部有攝錄功能的電話 你知道你人生真正的使命是甚麼 你就是一個戰地記者 你無時無刻不希望在你身邊有些大件事發生 但又自從巴士阿叔這段短片出現了之後 你就覺得我很難再拍到這麼有歷史價值的意義 是吧 但就在你面前,你現在見到 那個婆婆和我四眼仔說 屎袋爆 婆婆和你一隻抄 一打一 One hit one Hit and one 你究竟跟Mary說電話好 還是拍下婆婆好呢 Mary日日有隻臭阿婆 世上難求 這個時候在你腦中你只是想著一件事 究竟用斷甚麼音樂 來襯起阿婆這段短片好呢 剛剛那首歌都好像還不錯 對嗎 請一首隻臭歌一起唱一次,好嗎 來吧…來吧 隻臭 來吧 我會發動 projeto 我們會做 pos 老婆和你攜拆 這是甚麼歌 你不是瘋狂的,唱完這首歌 這首歌是甚麼意思 這首歌就是潮流 潮流就是唱歌 你不用理會自己在唱甚麼 千杯酒以喝下去,都不醉 我沒聽過一個唱這首歌的人 是不醉的 你不要跟他爭咪 他一定跟你拼命 打到頭破血流,他又唱著 先唱完他 並不得已唱下去的歌女 不過一個大男人唱Beyond 我覺得起碼適合形象 我見過一個麻辣男,他唱兩首歌 我撐到第一首,我撐不到第二首 他還不知為何 還流行用劍子來幫助他打拍子的慶 為甚麼劍子呢 吸收天地,日月精華 他第一首唱的是村屎 我說是 Padman 其實就是營 founding 其實很多人都尖喚 沒用唇 blood 他唱 Só你 老大,我很難接受一個麻辣佬 那麼喜歡水果,你明白嗎 但如果我賣水果,我不會賣給你 我先看看有甚麼水果 雪糖啤梨啤梨… 走,不做你的生意 接著第二首是… 是薛凱琪的… 其樂里維斯的回信 沒錯 K先生,可否助理18秒鐘看 K先生… 大哥,你真的不要了,不要繼續 我受不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唱甚麼歌 情歌 你知不知道其樂里維斯是甚麼 浪漫 南美 布爾洛斯,艾莉絲 格尼,其樂里維斯 有些人真的不理會自己在唱甚麼 我有一個朋友,媽媽擺大手 很高興,擺了很多位置 他真的是一個很孝心的人 他在大家認識一次的時候 他就唱了一首他認為很應景的歌 給媽媽聽 好,我請來 其實很期待 真的完全不高興 還問你們 他真的不大 你們是否贏了 知名手 啊 我作詞 如果你有留意這首歌的歌詞 你知道這首歌只有兩個情況之下可以唱 第一,就是你很小時候已經離開了香港 離開了媽媽,所以你就可以懷舊事念母親悲莫禁 而正常的情況之下 就是伯母已經不在 現在伯母生歐歐在你面前 你就跟她唱我懷念你 卑莫禁,你做甚麼 但沒問題,全場都很感動 最重要是伯母很感動 我也很感動,我也學會唱歌 不用你唱甚麼 但我小時候不是 我小時候,我很認真 我對歌詞,你唱甚麼有甚麼意思 有甚麼內容,很認真 我小時候最流行就是許冠傑 因為我很認真 因為我爸爸很喜歡 他每天一下班回來 他不管你在做功課、看電視 他就直接搭著你的肩膀唱 我們這班打工仔 一生一世為前輩做奴隸 那種辛苦節奴 我剛出黑鬼,我死給你看 米華沒甚麼所懷疑 開發了嗎 這些是甚麼歌詞 你有想清楚嗎 這些就是失敗者的歌詞 政府應該是禁 你起碼是禁止爸爸對著子女唱 你很打擊他們 即是童年陰影很大 那種辛苦節奴 剛出黑鬼,死給你看 甚麼意思 爸爸,你受不了嗎 你抗議嗎 剛出黑鬼,死給你看 那又學人生小 大家知道我全國童年 我都認為看演唱會是有錢拿的 因為每次我問我爸爸 拿錢交學費 他就回到演唱會 爸爸,交學費了 甚麼每個月都交的 對,我也是這樣跟老師說 那他又怎麼說 是這樣的 多少?200? 你給我一個A給我嗎 爸爸沒有,我的學校最高是D 我叫你給我一個A chord 現在我賺錢 誰說一個出光 這麼理想 通常 爸爸不肯給我 那你就真的要去問媽媽 對嗎 媽媽,爸爸叫你出一半 媽媽通常用很怨恨的眼光 我看一看我爸爸 然後又隨便封上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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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輩子 你爸爸可以演唱會 神秘嘉賓,你媽媽 幸好後來有張國榮 我非常迷Lexy 誰喜歡Lexy的霸手 但我也是非常認真的人 我仍然很考究歌詞 當時Lexy有一首歌 叫做第一次成名作,很紅 人們又很喜歡點 一來因為這首歌的歌名叫做 第一次,很好的點 很多是第一次的 美玲,今天第一天回幼稚園 我們點第一次給她聽 阿姨婆八十歲人,第一次 電發,我們又點第一次給她聽 究竟這首歌的第一次 是真的在說什麼的第一次呢? 我很想一整首一字不改地唱一次給你們聽 我希望你們自己能夠聽清楚 告訴我 究竟這首第一次在說的是什麼 好嗎? 好… 由於這首是情歌 我很想有一位女觀眾陪我一起唱 過往今天是十二場 今天我們曾經試過一次有十四個女生衝我上來 那天的舞台也有點軟 那天的舞台也有點軟 有很多已經上來 我希望今天上來的 是你第一次來看表演的朋友 有嗎?舉手 好… 這位女士,你舉手嗎? 你慢著,你先報了 旁邊那位男士是否你男朋友 想到來,我不保證我會做甚麼 你認不認嗎? 你是否想投婚,你現在投吧 你表白你不表白,想我們不好 不過說,沒關係 你不敢承認這個世界就這麼殘酷 我就要你上來 大家給點掌聲 甚麼 掌聲… 你敢跟這個人一起坐電梯嗎 我就不敢了 你一男一女,他看到就… 掌聲… 先生,我已經二樓到了 小姐,貴姓嗎 姓謝 姓謝,你… 好的,姓謝 真的,你能上台就放鬆一點 借甚麼呢 詠姿 也要想一想 難道真的說個真名給你聽 謝… 詠姿 好的,是真名,是嗎 好的 我…黃華強,你好 你好…這位小姐,怎樣稱呼 Jamie Jamie,你好 Jamie,你有聽過第一次這首歌嗎 還沒有的,好到極了 那你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這集務就是我唱完第一次 然後你告訴我 究竟這首歌所說的第一次是甚麼 好嗎?Jamie,麻煩你 來吧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快快樂想解決一切事 你放開隔膜與矜持 你不應有錢 愛者一個字 人用帳無限意 來頭遠不知 來頭全黑衣 你始終都有第一次 何妨聽歌詩,何妨全歷史 不要問他意思 如你如雷盡聲 方便唱第一次 來一次吧 榮芝,好,答問時間到了 想請問你 你願意獻出剛才歌詞中 所說的第一次給我嗎 當然願意 你想也不用想 我看到他的眼神有一點 當然願意 叫人又驚又起了 好,我又問一下在座各位 大家認為Jamie 其實應否應該奉獻出 他歌詞所說的第一次給我 應該是 他們很緊張 看來大家都明白 這個第一次是在說什麼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搞清楚這件事 但是 這首歌所說的第一次 是否真的 大家心目中所想的那件事 是否呢 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我要盡責 我故意 之前幾個星期 我問過張過榮 的填詞人 的填詞人 黎彼得 他填這首歌的 Jamie可能有點外國人 不是很明白嗎 我就問他 我說黎彼得 究竟這首歌 第一次是甚麼 他很爽快 很可愛 對了 但是 我們竟然 唱這首第一次 這麼多年 很多人都不在意 這件事 Jerry 你會覺得 剛才會否很難受 不會 剛才不太難受 但如果一位男士 你想想 如果你是身相識的人 他不是對你唱出來 他是對你說出來 你好 Jerry 你好 其實你不要幼稚 好 好 別逆 好 我這個詞 引浴著無限的意義 深刻的意義 好 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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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求緣分治 我不懂翻譯 難求緣分治 我難求完全合議 你始終有第一次 這個堪稱是非常露骨的歌 但我們竟然毫不考慮 很多人都願意 把這首歌獻給他80歲的二婆 公祝他今天獻出第一次 謝謝泳智 謝謝你 謝謝… 這裡有些禮物 分別有我們的大鑊帽 還有一件大鑊T恤 謝謝… 挺合你一身黑色的打扮 小心… 小心… 大家不用妒忌 中場休息的時間是有得賣的 還有基本上我們有個額 你放心 不賣夠就不開下半場 是… 謝謝… 謝謝… 小心… 大家給點掌聲 小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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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有什麼意思 不信你明天試試上班 你上班一坐下 有什麼意思 你想走 我奉勸你,你就不要問自己 你問你的老闆,老闆,我上班有甚麼意思 他都會說,那你不用上班 或者看表演,你又問看表演有甚麼意思 看表演是很有意思,好嗎 我下個表演告訴你 好像每一件事,你都問有甚麼意思 做人有時很難做下去 就好像以下這首歌一樣 一代金曲 但是如果你聽得明白 裡面其中一句歌詞的真正意思 你是唱不下去的 大家小心聽聽,是哪一句有問題 好,謝謝 是哪一句有問題呢 我不明白為何這麼多人都會知道 有問題 即是大家一直看這麼多年 連張學友都… 就在等這一句 你何時會用這個字 碧咸已經過了後位 來到龍門口過了龍門 這次一定沒有痴牙了 恆生指數一定到四萬點 現在二萬六、二萬七、二萬八、二萬九 我最愛你,永遠如我一起 好,各位又到中場休息 大家去買禮品的時間 我代表那個一人家的布幕說 我們有大約15分鐘的休息時間 我們有15分鐘的休息時間 我們大概有15分鐘的休息時間 大家隨便去購物、購物、購物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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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還算是假的 我愛你 謝謝… 我…忘了帶酒吧 待會我臨走你覺得我忘記了 你放心,我也會出來拿你 好嗎? 好了,還有禮物送嗎 這場炒了,以往也有些金額、耳環 好,大家認真 空手扔腳有沒有買到東西 還搞甚麼要去廁所 好,你們好,看看醫生… 好,我們… 怎麼了?你們還沒進賽場嗎 這麼多人?先等你們… 我先等你 怎樣?爸爸…那邊 不要緊…哥哥 女兒也不買? 這樣來到重逢,真好 想不到進入結局 有重逢的感覺 對嗎?你走那邊 Nancy… Nancy,走那邊 好,大家… 走完了 別騷擾我了,我要做好這份工作 現在社會上,我們經常都要說 做好這份工作 究竟你應不應該做好這份工作呢? 我最近看報紙看到這件事 各位 就是一位陳太,就問一些專家 她說 她希望在十年之後 有六百萬給她兩個兒子 去外國留學 一般不是說四百萬養個兒子嗎? 對嗎? 李麗珊那些很可憐 只有四百萬養個兒子 是不能讀書的,那些兒子 到中午定了 玩風帆吧,去吧 還有,他們希望再過多十年 可以有一千二百萬給她兩夫妻退休 沒錯,你想退休 現在要是千萬富翁 她就問了,陳太就問了 她現在兩夫妻每個月做好這份工作 可以儲到兩萬元 那她應該怎樣做呢? 她每個月可以儲到兩萬元 十年之後,她需要六百萬給兩個兒子 很明顯,很簡單 首先,賣一個兒子給別人 另一個兒子也送給別人 為何不兩個都賣? 因為根本沒有人賣 為何不兩個都賣,送也沒人要 但你說不買一,送一,OK 過二十年,她要一千二百萬退休 那就更加簡單 你不要退休就可以了 是嗎? 有人可以不退休嗎? 很容易而已 你找人 在退休前,兩夫妻回家 你吃宵夜,不買食物 這個是任何一個投資專家都教不了你 陳太太,你要花這麼多錢 你有沒有考慮過死掉他? 我們投資界有四個字可以幫你解決任何財務困難 家破人亡 你應不應該做好這份工作? 你是不應該 因為做好這份工作,你還是不夠錢 又不夠錢照顧大一個兒子 一退休,每個人都這樣撕 你情景快必查 一句都說了 做好這份工作,到老一場 那你應該做的是甚麼? 你應該做的是做好兩份工作 OK? 在資本主義社會,甚至現在共產主義社會 大家都有共識 第二份工作是甚麼? 我不管你甚麼年紀 1918歲你就要認識 就是投資 OK? 現在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做投資 但其實你們那些不是真正的投資 你們在做的那些是投井 對不對? 不過不要緊了 現在都搭到上井面了 人們這樣搭一搭一搭,沒甚麼所謂 我今天是教大家真正的投資 各位 古神不非得,告訴我們 你有沒有聽過世界第八大奇跡? 但出發也沒聽過 OK,古神不非得 世界第八大奇跡就是 利答利 福利 你懂得這件事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達 發達不是甚麼神秘 那麼利奇的事 根據古神不非得說 各位,你只需要 從今年開始做都可以 每年拿少許錢出來 OK? 或者儲少許錢 要來投資 每年賺一點 不用賺很多 不用賺幾十多 賺一點就夠了 下一年 又要連本帶利 拿去,滾下去 再做一次 又拿新錢 投資一點點 再下一年又是這樣滾下去 利答利 福利利答利 不用三十年 你一定不用做 到了五十年 跌了錢,你不會倒 這樣不行 那就是丟垃圾 好,帥哥 給你一塊錢 幫我倒了五十元 人人都可以發達 只要你有五十年 問題就是 在座有多少人 還可以多擺五十年 我們在座有很多年輕人 我不是核心 問題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想法 四十歲很老 四十歲就安樂死了 就是我這些人很不安樂 利答利三十年 你不用做了 這樣即是表示甚麼 各位 即是表示我們教育制度 是多麼失敗 為何你不在我幼稚園的時候 跟我說 你幼稚園教我利答利 大部分人現在都不用做了 是嗎 你幼稚園學了甚麼 我不知道你們 我只記得我幼稚園就是學了 我試一個大蘋果 又香又甜又很香 這是甚麼 蟲蟲 蘋果裡面的蟲蟲 我讀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是相信我是一隻蘋果 所以我整個幼稚園 我都穿很多衣服 我怕我的肉凸出來 是會生瘦 OK 你幼稚園你不教我 小學你可以教我 小學你學了甚麼東西 我甚麼都不記得 我只記得 我小學學了用三支筆來佛叉 我真的認為我應該拿諾貝爾獎 我用一個小時抄一萬句 我不應該用兩支筆來抄 OK 小學不說,中學可以說 中學你可以教我發達的方法 我們有教數,對吧 不是,發達的方法就是 Cosine square theta 加Sine square theta 這些是甚麼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它們是甚麼 是不是黑社會暗語 Ling仔,哪裡 Cosine theta16度 油漸王我最憤怒 Cosine… 賺錢是靠馬西掛刀 當然,我們知道各位 賺錢不是靠馬西掛刀 但你想清楚 賺錢也不是靠讀書 賺錢是應該靠甚麼 不讀書 而將學費拿去 你回答來 你試想一下 當你是幼稚園的時候 不讀幼稚園 拿些學費去答 回答到小學 小學都不愧讀 拿著學費繼續回答 哦,浪一點 回答中學 浪一點回答大學 那你剛好大學畢業 我就剛好退休了 哎呀,大學畢業這麼英俊 那一筆錢 是真的擺到幾十年都不動 你有沒有一筆是三十年不用的錢呢 你有沒有 我有 三毛錢 多好也沒有 喂,你明白嗎 我們一般人 就算你有 你不會覺得你有 因為我們一般人對錢的概念是 如果我有十萬元 我不覺得我有十萬個大銀 我是覺得我有十個BB 是不是 我很有感情 如果你是問我借錢 借一萬元 你要借我的BB 我還給你玩一個月 下個月還給你 你瘋了 我借個BB給你玩一個月 我怎知道你帶他見甚麼人 去甚麼地方 我這麼危險 我BB 我BB,我見他一天都不行 你叫我放在他三年 有得他自心自臉 我不行了,我BB 是啊,我不是和我BB一起睡的 我BB是睡在匯豐 但是我每天睡之前 我都下去按摩機看看我BB 你是不是很白癡呢 所以這個教訓就是 各位,我們不可以自己投資 因為我們是白癡 我們是要買基金 十八歲都要學的 基金就是別人幫你投資 OK 而當你去買基金的時候 別人都會提醒你 你真是一個白癡 你想想你每次買基金 他第一件事就是跟你說 先生,投資是有風險的 他不當你白癡 怎會敢跟你說話 交通通道道員都不會跟你說 先生,馬路有車 他還會跟你說 先生,先生 基金過往的表現 不等於將來也有同等的表現 是嗎 那是否他變心 他將來不同了 他欺騙我的感情嗎? 玩弄我嗎 我最喜歡這句 先生 基金的價格 是可升 可跌的 不是吧 我想買一些東西 是不升不跌的 你真是一個白癡 我自己知道 所以我連基金也不敢買 我要去光顧那些叫做甚麼 私人投資顧問 而當你問一個私人投資顧問 他會為你度身訂造 只是適合你的 投資的策略 由於他要度身訂造 他要問你一些很私人的問題 我一進去,他就跟我說 黃先生 你有甚麼目標 下次世界杯看現場 不是,黃先生 意思是你有甚麼長遠的目標 下次世界杯很長遠的 不是,黃先生 即是你… 你人生有甚麼目標 世界和平 不是,這是新年願望,對不起… 不是,想想想 人生有甚麼目標 這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因為你首先需要知道 人生有甚麼目標 你首先需要知道的就是 人生有甚麼意義 如果我知道人生有甚麼意義 可能我是不需要進來投資的 你沒有聽過 耶穌基督要找投資顧問的 因為耶穌基督是花很少錢 他真的請三五千人吃飯 都是五餅二元 性格牟尼還節省? 五餅可以,二餘又節省 貧鎮是食債的 但我只是煩人而已 我怎知道人生有甚麼意義 我就是不停提醒自己 還在過往數年 你不要經常問人生有甚麼意義 總之做人的事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但求有餐安樂茶飯吃就算了 我現在就是進來問你 怎樣吃安樂茶飯 你又反過來問我人生有甚麼意義 你現在無緣無故弄得我很空虛 你有哪個基金可以補充我的空虛 即是有哪個基金可以一星期升一倍 你沒有,那你不要吵我 我要寫新詩,我很空虛,好嗎 不要吵… 走三點鐘的中環 你有沒有聽說過 啊… 最愛的人 不會是伴侶 最喜愛做的事 不會是職業 那麼 我最精彩的人生 就不會是這一世 黃先生,你冷靜點… 不如我們從另一個角度 說說投資的事 其實投資無非就是風險的管理 即是… 黃先生,你認為你覺得 你能夠承受多少風險 你…你問這個問題是甚麼意思 你覺得我承受不起風險嗎 你覺得我是懦夫嗎 我爸爸又這樣看我 你又這樣看我 我承受不起風險 我可以整副身家去澳門 又想回來香港 你又說吧 為甚麼承受不起風險 不是,我撐你冷靜點 其實我們只不過一般投資界 認為一個人如果年輕 就可以承受高一點的風險 那我知道… 我這些安樂死的 我們承受不起風險 我只剩下最後一柱而已 我失去這些柱 我甚麼都沒有了 以你的投資界來說 如果一個人到了60歲 認為她的情判室 所有事情都做錯了 她是不應該從頭再來的 因為從頭再來的風險是很高的 她應該無風無浪地乖乖地等死 因為等死的風險是很低的 因為等死 你,你一定等到的 我說,我沒有地地走進來投資 你為甚麼要我面對自己 我告訴你我是誰 你想知道我是誰 我就是無間道 無間道,你有沒有看肚子 就是說出賣 說二五制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在你的人生裏面 誰是你最大的二五制 我告訴你 你就是你最終極的二五制 在這個世界裏面 沒有人比起你自己 在出賣你 善你 玩你 整理你這方面 比你更厲害 我舉一個例子 你有沒有試過 想和你老公 或者你老婆 或者你的情人 男女朋友 甚麼都好 你想和他分手 你真的撐不住 你真的很想和他分開 但你又不敢說出來 於是你經常做一些壞事 希望他自己清水 是吧 無端端人家睡得淋淋的 狂打烏 喝水又倒過隔壁 對不起我打烏 好了 然後到了一天 人家真的撐不住 真的自動提出來 分手 他要執行你 哭了 連鑰匙也扔給你 走去門口 走去 開了門口 一隻布 搭到出去了 已經是 這個時候 你是應該怎樣 根據你的劇本 你是應該 Yes Yes 對不對 很開心的 不是 這個時候 你會忽然之間跪下來 Mary 不要走 對嗎 如果你知道愛情是甚麼 你就知道為甚麼會這樣 你為甚麼會這樣 Mary 不要走 古時這叫鬼上身 現在我告訴她是甚麼 現在我告訴她是甚麼 就是因為你的二五仔 在腦子裡亂播歌 每次你要分手的時候 你的二五仔都亂播歌 這個時候其實她原本是應該播 這個時候其實她原本是應該播 我喜歡張國的榮 這些時候 你當然是播這一點 情藝 有好象也 傳望 你看看 整個行李 哭了 夢想了一切 逆空 你看這間屋多空 特別是雪櫃 或者 是你天生多情 對 我是天生多情的 所以便偏偏給愛情 氣龍 明明是你自己無情 你要跟別人分手 在這一剎那裡 你忽然間覺得我是天生多情 還被愛情氣龍 Mary,不要氣龍我 怎麼了 你的二五仔 Friendella 你又想想想 你見過多少女生 在卡拉OK裡哭 她怎麼哭 她失戀 她不是在卡拉OK唱歌 可以啊 但她不是去唱藍天的 你試試失戀 失戀 去唱 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 好 我包你哭不出來 你還想哭 你還想哭 請多一首 人強不需要馬葬 再不提 加多一首做馬仔 你這樣也哭得出 你真是心理變態 當然這時候你唱這些歌 你會認為自己是心理變態 你不會唱這些 你一定是唱Y文 林靜 那些 一失戀 被世界遺棄 不可怕 喜歡你 有些 你為何要唱這些歌 這些歌 我中了六合彩 那天唱 我唱完 我不想獲獎金 失戀唱情歌 即是漏煤氣 刪槍 你做甚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這個二五子女 他會經常做很多令到你不開心的事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一句話很流行說 人生不如意事 十成八九 但大家知不知道 有人真的做過統計 和一般人 發覺一般人的人生不是這樣的 一般人的正常人生 如意的事 開開心心愈愈快快 有四五成五六成 是沒甚麼特別感覺的 有兩三成 即是你現在這樣 是唯有 是有一兩成 是特別不愉快的 即是說 其實 人生不如意事 是應該十成一二的 為甚麼一二 我們經常會說到八九呢 就是因為你這個二五子 永遠令你 只是記住 那個不如意的一二 你去喝 有甚麼好吃 你不會記得 有甚麼不好吃 四年後還很清楚 那條魚精神感真的浪費了 不,那隻雞也挺滑 那條魚精神感浪費了雞 我叫你 我不是得罪說一句 根本就是浪費了一條 那條魚精神感浪費了 滿甚麼鬼衣服 哪個看你滿衣服 那條魚精神感浪費了 那條魚精神感浪費了 也會有很多紅色 永遠記住那些不開心 誰最喜歡記住那些不開心的事 母親 對吧 母親最疼愛的話 那個一定是出了事 誰給他最灑心 他就是最疼愛那一個 所以如果你媽媽最疼愛你 你不要開心 你一定是令他最不開心 你想想都可以了 你今天去拿諾貝爾獎 你弟弟偷東西被警察抓了 你猜你媽媽會去看誰 媽媽不是說我拿諾貝爾獎 拿諾貝爾獎很聰明 你弟弟偷東西 各位想想我們日常所用的字眼 我們用了很多偉大的字眼 很少用在很正確的東西上 通常都用在負面的東西上 不開心的東西 正面的東西 我們很少用很偉大的字眼 譬如是甚麼 譬如你說 永遠 永遠偉大的字眼 永遠 永遠加一年 是否永遠 是想爆 永遠減一年 是否永遠 哇 不要說 這些想爆 你就是偉大的 有多少 你可以用到永遠 這句字在正面的東西上 你敢在餐廳裡 跟Mary說 Mary,我永遠愛你 不但我行動上 我要永遠跟你吃飯 永遠不用你結帳 你說得出 那間餐廳不用你結帳 真的 送了甜品給你吃 你還說不出 對吧 Lady,Mary 你永遠請我吃飯 我永遠給提示 你也說不出 永遠很難用 對吧 很難不難 永遠只有你說完 對 對 我說的 我永遠都是廢話 說的 你永遠顧著自己 可以 對 我永遠都錯 你就永遠都對 很輕鬆的 不行 很治癒 很流利 另外一個字 又是很偉大的 譬如說 從來 從來偉大 這個字 對吧 有事以來 不是 有事以來 也有得 史以來 從來是從何以來 怎知道 這字很厲害 從來 哇 不知道從甚麼來 OK 從來偉大 你有甚麼正面的東西 從來 從來都這麼英俊 謝謝 謝謝 只有你一對認同 大哥 這是很罕有的 某些人會認為你有心理病 你知道嗎 你日常的生活中 你有甚麼 對 從來你都不陪水 這個不是正面的東西 小姐 她當作是很正面 除褲 為何無故叫除褲 你不是… 你是否看一看讀者文宅的人 不如之間看到第18頁 不,先看看龍虎門 為甚麼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轉得這麼快 我跟不上你 我剛剛想跟你龍虎門 你就看另一本龍虎褲 那我怎麼跟你 糟了,又忘了自己說褲 我說起從來 但我告訴你 從來 用在壞方面 要來罵人 就很好用 為甚麼 因為從來 其實是一個很確實的數目字 從來其實就是 說第三次 就是如果一個人 他多壞於兩次 再壞於第三次 他就從來都這麼壞 媽媽罵孩子就是 做功課 我第二次叫你做功課 你從來都不做功課 我昨天坐升降機 正正坐升降機 進來後看著門 後面飛行街 媽媽跟兒子說 你從來都不穿衣服 我看一看頭,已經三十多人了 我不敢看他 天生雪人 從來不用穿衣服 我真的喜歡從來這個字 我真的喜歡從來這個字 女士是最喜歡用從來這個字 對女士來說從來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第三次 第一次已經是從來 無論你跟他一起多久都好 你跟他十年、二十年、一百年都好 只要有一天你跟他一說分手 他就會說 你從來都沒有愛過我 好… 我們的驗就是用盡所有的方法 令我們不開心 我覺得其中有一次 我真的叫絕招 就是所謂的妒忌 你知不知道我最近 有個朋友 我對著他也不知道如何好 因為近幾年他已經不敢看報紙 他很怕看到一個人的名字 徐梓奇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士這樣想 有甚麼他有,我是沒有的 有甚麼他做得到,我沒有的 有甚麼他做得到,我做不到 我跟朋友說 他說する Vogelq 他這是女人 這olis作品 他是老婆 不是嗎 他一個小丫角 可以去醫院住遺憾物 也可以在醫院的地方 可以住放在總統套 нам 我…我身孖寫 腎石加膽石 我可否進醫院住總統套房 我問我的保險佬 我買保險比他的命長 我問我的保險佬 我可否住總統套房 我的保險佬告訴我 我可以 如果我的人受保險 是補給自己 我死了,是賠給我自己 我就可以住總統套房 死了就能住,不死就沒得住 就算死了也只能住四天 而且我好像說生了女兒 生了女兒… 一生出來聽到她扔了… 她扔了甚麼利是一億元 你可否問你爸爸拿一億利是 你試試在新年 問你爸爸拿一億利是 他一定會罵死你、打死你 新年流流,不是我拿陰獅子 不要說到利是,賺一億利是 賺一億利是叫你,你怎麼賺 賺一億利是每年要賺一百萬 賺一百年 你以為我是邵逸夫嗎 你的 accommod計真的很累 說到生意都沒了 好地地,你怎麼要這樣 弄得自己這麼不開心 如果不是你的外景,你怎麼會這樣 又或是因為你說自己的外景 你不要吃煙 他忽然變得很聰明 他給我答案,你拚不到他 阿強,你又生媽媽寫了,對吧 你不要吃煙,吃死你 他忽然變得像尖士邦 吃飯,夠會死嗎 你怎麼拚他 他的眼睛忽然醒目得像奸臣似的 皇上沒錯,吃煙是會吃死人 但吃飯也會吃死人 以後的酒樓食肆不如不只禁煙 要加上飯 你要吃叉燒飯,叉燒在裡面吃 飯在外面吃 如果不是因為這些二五仔、二五女 你怎麼解釋給我聽 為何今時今日還有人要墮胎 我看到這些新聞,我很不開心 現在我們的避孕店是否真的這麼貴 是否要來搭你才能買得起 不是,菜單很長,看四個小時也看不懂 看到最後那一項 就說要四個人才能買得起 你有幾個四個人在一起,對吧 不是這樣而已,對吧 我從來沒聽過,說真的 我從來沒聽過有個女人 是抗拒男人戴鼻孕套的 我是沒聽過的 阿強,你做甚麼?你戴肚子嗎? 你小看我嗎? 四個小包 所有街坊都知道我三房 防水、防彈、防生仔 我從來沒聽過 沒聽過 Waterproof、Bulletproof、Babyproof 我沒聽過有個這樣的女人 如果女人不抗拒男人戴肚套 那就是責任在男人身上 但男人是應該不戴肚套的 即是我們不買保險 出了事,你賠償 那我們沒理由賣 所以來來去 為甚麼女人會容許一個男人不戴肚套呢? 為甚麼呢? 我經常覺得很奇怪 尤其是現在經常見到很多女人 駕駛很漂亮的車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 你有個朋友要乘你的車 那你明知道他很容易混浪 你一定會跟他說 我不管你,你先拿個嘔吐袋吧 對嗎? 而這個上你的車的男人 他一定會吐 因為有人敢認自己是不會吐的 我給你回水,沒問題 不是,你拍手,站出來 沒有 那為甚麼呢?女士,為甚麼呢… 不是的,Merry… 你不記得而已 現在七仔那麼遠 一來一回,十幾二十分鐘 又要踏車就相輕錢了 那為甚麼呢? 各位女士,如果你是這個女士 你不能夠堅持到那十幾二十分鐘 你老了,你會是哪些老婆呢? 你就是那些過馬路那些 那為甚麼呢? 那為甚麼都沒轉燈 我真的不相信他會撞到我 七日子就開了那把嘔吐 當然我這個譬如舉得不太好 因為如果一個司機 他真的看到一位老婆過馬路 還開了那把嘔吐 他一定會避他的 但如果一粒青紙 看到一粒卵子 他壞事,你也開了降落傘 所以很多女士不明白 很多女士很驕傲的 我知道的,很驕傲 因為她認為自己很受歡迎 但這些女士,我很想跟你說一句 你明白嗎? 無論你多受歡迎 你是不夠你甩卵子那麼受歡迎 無論你多受歡迎 看來你都沒有幾億人追你吧 你想像一下 有半個中國那麼多男人追著你 你就會帶點東西 為甚麼女士會容許這個情況掛生 我告訴大家 因為你們有個染女 可能放了一些寶寶鋼給你們 你知道甚麼是寶寶鋼嗎 阿強,你很壞啊 你又不戴肚子 算了 大不了就是三個寶寶嗎 寶寶啊 又可愛又可愛 寶寶啊 這些女士,你們搞清楚 寶寶只是一個俗稱 寶寶是有一個正式的生理學名 她的學名就是 大肚劇,同家吵屋蔽 賴屎賴療,公書教學 無風無浪 我起碼都花你四百萬 還是一定不還錢 下一次,如果阿強再生氣 你不要說寶寶兩個字 你講寶寶的學名 你就不會上當了 你又不戴… 好吧,大不了就… 戴到鏡頭,家吵屋蔽屎賴屎賴 你…不還錢? 即是有七仔 要是先還錢 有時我想想,我覺得人生很奇妙 你說真的… 如果那顆精子捉到那顆卵子 而…是捉的,你不知道 是捉的 捉到它 當然你說… 精子是否叫做果粒精子 我不知道 果… 不要打亂網 很多東西要生氣 總之… 總之果粒精子 捉到果粒輪子 而一個女士是不會生小孩 好嗎 你只會暴肥 不知道為甚麼 好嗎 總之總之要脹 好嗎 在10個月之內暴肥 80磅 好嗎 每隻腳可以穿一條裙子 好嗎 你一出門就兩下威夷女郎跟著她 好嗎 好,你可以瘦 但是你減肥後 你也極其量只可以做一個 全身鋪滿橙皮紋的橙皮人 這個世界就不會有一個女人容許男人大肚 人生多奇妙 報肥 嘩,你想死嗎 寶寶寶寶寶寶 又或者大家想想 如果不是因為二五仔 為甚麼會發生朱培慶事件 有人不知道朱培慶發生了甚麼事 朱培慶是我們香港廣播主長 他有一天在灣仔和一個… 老婆 你這麼熟悉 真是姐妹情深 我不太知道她的名字 我只知道她是一位職業女性 我又不太知道 為甚麼人要叫這些女性 做職業女性 可能你們的不算是職業 你明白嗎 或者起碼你們的不是正當職業 總之就是朱培慶和一位職業女性 拖著她到街上 就說被人偷吃 拍了很大件事 各位你明白嗎 我曾經做的朱培慶的下屬 我真的認識她這個人 她是一個真的很斯文的人 OK 我是很肯定你叫她拖一對拖鞋到街上 她也不肯定 她現在拖一對女兒到街上 而且是灣仔 我很肯定起碼 她的二五仔 在一方面說服了她 就是大了老了 大了老了 灣仔是沒有人的 如果這樣也說服不了她 大了老了 就算灣仔是有人 那又怎樣 那些人不一定認得你的 沒錯 全香港很多人認識你 但認識你不等於認得你 那些人走路要認路 認路不得閒認你 你呢 大老了 就算她認得你 她不是記者 無所謂吧 是嗎 她要認得你 要同時又是記者 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起碼是低於她認得你 同時又是你老婆的親戚 你老婆的親戚也不怕 你怕記者做甚麼 不用怕,下去 我說沒事的 她真的下去了 我知道在很多女士心目中 偷吃的人是可恥的 但我告訴大家 其實你想清楚 她是非常可悲的 你想想朱平慶當人的反應 一個見過這麼多細臉的人 夜半三更在灣仔 玩麻鷹捉雞仔 還要是賣不到粥 你沒試過玩賣不到粥的遊戲 很可憐 但她不是唯一一個 是每個偷吃被捕的人 都是這樣賣不到粥 不知道怎麼算好 我覺得男人作為一個族群 都是可悲的 朱培慶不算差 我認識一個朋友 我不知道 她偷吃被捕的人 她只懂得吐 我不知道她是否想吐 吐至吐至一半的體重人 你不認得她 我另一個朋友更離譜 我們街上 看到她和我女人一起走 我放過去 想起弄她而已 她跑到她的肩膀 你老婆看到了 她看一看我 砰…就走了 很遠 百多二百萬的街角 算不見了 只有我和我女人 而那個女人就是她老婆 她老婆 我想她最痛苦的 我告訴大家 一個男人就算打劫 被捕倒也沒那麼醜 也沒那麼勤勁 但不如你失敗名裂 要死嗎 不是的… 偷吃被捕倒是很糟糕的 大哥,讓我埋下酒再說 很糟糕… 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不覺得很糟糕 我寧願打劫被捕倒 哎呀,我真是糟糕的 你看著 大家明不明白 每一個被偷吃的人都覺得 如果她真的被捕倒的後果 是她承擔不了的 是她應付不了的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 你看看朱培慶帝人 談兔多得體的 多大方 西裝也扣起來 我最欣賞朱培慶 在翌日說了一句說話 來解釋她當日的行為 她說 Alcohol is not inducive to good behavior 這句說話可以譯成… 當時張敏儀也很讚賞 我認為她真是一個君子之言 可以譯成什麼呢 就是說 酒精並不導人向善 我告訴你 很多人做錯事 很容易就爛了酒精 喝啥酒吧 酒英雷士 不同這一句 那些人的態度 好像喝啥酒是與他無關的 是有一種酒精跪在我身上 I am Johnny Walker 我告訴你 Summa finger 朱培慶這句不同 酒精並不導人向善 這句是有黑色幽默的 什麼叫黑色幽默 首先她認了錯 她認證我衰了 同時裡面有幽默 還笑得出 即是說我衰了 but so what 喂 你要懂得运用黑色幽默 你真是失败了 所以可能不相信你 下次有人问你 为什么你的人生会这么失败 你回答他 睡眠并不自负 为什么你的妻子可以丟臉成这样 豁达的性格并不保证视觉上的享受 你懂得黑色幽默 你不随便会变 酒精并不道人向善 就证明了朱培庆 是完全能够驾驭那件事 但为什么当场要那么害怕 所有男人都很害怕 不是只有朱培庆 我听过很多男人私底下都说 幸好不是我 朱培庆真的不够运气 偷吃而已,睡不睡吗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 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公开出来 为他说过一句话 现场有没有人撑朱培庆 拍拍手 这里有一位呢 刚才我已经证实了 这位是有精神病的 还有没有第二位呢 还有没有第二位呢 真是可憐 可憐也是精神病的 但是我觉得 OK,私人不支持不要紧了 为什么整个政府 都没有人撑朱培庆 政府都没有缘 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财政师 因为偷步买车 被人说以权谋私 很严重的罪名 都玩了几个月才下台 我们有个阿伯 在香港 弄得闻不疗失 怨气冲天 今天还这么受欢迎 都玩了七、八年至下台 而这个广播处长 因为偷吃 还是不成功 不需要一个星期提早退休 为什么曾荫权 你不挽留一下他 因为他不可以挽留他 因为如果他挽留他 他也要提早退休 大家都知道 谁出手 谁就死谁了 如果曾荫权 撑朱培庆 第二日报纸的头条就会写 特首撑偷食 香港男人有风链 两家妇女大难临调 现在我们社会有很多讨论 商人普选 又保佣 我觉得是否应该 剩下少许的时间 来讨论一下 究竟拖女儿出街 是否应该提早退休 拖两条女儿出街 是否应该没收退休金 拖三条女儿出街 是否应该递介出境 但是没有人会讨论这些问题 没有人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些是属于道德的问题 而谁讨论道德的问题 谁就是不道德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眼睛 一个社会也有一个社会的眼睛 很多时候我们要为了适应 一个社会的那种 珠般的禁忌 我们不可以做回自己 什么叫做回自己 不要说到很深奥 很简单 有那句 说那句 你行不行 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没有了主婦了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 有那句说那句 现在我们见到主婦要叫她做什么 美女 大家都知道 是吧 你现在闭上眼前去街市买菜 你以为在开选美会 美女 先看看叉烧吧 像你这样 今天买什么美女 今天穿成这样 美女又真的会认她 那个美女一认她 你就闭着眼睛 哎呀 经常给这么多家袋 我再给你一条充磨吧 死小子 你是有那句说那句 你不会叫她做美女 你会叫她做靓车 现在我们不单没有了主婦 我们连婆婆也没有了 由69 一直到18 69 一直叫做靓车 靓车 不是靓车,还没过马路战 不是怀灯 是红灯 靓车 不是,不是斑马线 靓车 有只斑马死了 靓车 你会觉得我开玩笑 我只有亲身经历 几年前我做了一个公开的宣传活动 各位 我就是不刻意地称呼了在场的一位女士 叫做 阿沈 她用了0.001秒 我说阿沈 来多一次 阿沈 我带你两手而已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货 我只想自己捉天蜆 于是我的职场 我立刻就说 大家是不是看到 有保养和没有保养的分别 反应也没办法 反应也没办法 但没有人知道我内心有多恐惧 从那天开始 我不敢有个句话说 从那天开始我看到任何女人 总之是猫 猫女我都叫佳麗 佳麗糟了吗… 咕咕,自己去佳麗 真是很恐怖 现在你不是开玩笑的 你想自杀很容易而已 你找个操壮爹的主婦 你跟她说吧 买属为人序 天水为追到你尖沙咀 但当然你知道 真正对你自我的挑战也不是这样 而是一个新鲜出炉的爸爸、妈妈 拿着他新鲜出炉的 那个儿子的照片给你看 然后问你 美不美啊 你可不可以有那句说那句 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读鬼大胆 他自己又从来没做过美女 老公又从来不是英俊 他敢问你 他的结晶品漂亮不漂亮 他不明白这个问题 就是问你看看我的结晶 他不明白这个问题 就是你看看我的结晶品 他有没有基因特变 你可不可以有那句说那句 让我看看… 你个儿子,五个字 看来多健康 你拿他命的了 他跟你全交 好…再说一句… 长大了,应该不会犯犯 不,你不会说这些,对不对 你一定是说那些 好有趣 其实你的意思是 我想他真的会动 你那句说那句 不是,他像你 其实这句不是赞美 希望他会不明白 我又说个真人真事给你听 真的有很多人不怕甚麼 我有一個朋友生了我的兒子 他給他的兒子副照片 另一個朋友看 那個朋友看 很認真 你的兒子不像你 很醜 像你老婆 我覺得這傢伙比捷古華拉 比孫中山更厲害 他真的不向任何社會壓力低頭 頭可斷血可能是我說的 你的兒子不像你 是好手要像你老婆 如果你不可以像他那麼狠 你又不可以說出那些很膚顯的 很可愛 我覺得你還有一件事可以做 你可以問他拿一張照片 不如我拿你小姐的照片 登上網問意見 沒有人會給你一張照片 有些媽媽已經在那裡 看到警察也不是… 看一看… 當中自己的兒子是通修版 不如很熟悉 都不敢登上網 又或者那些覺得自己是美女的朋友 你又可以試試拿一張照片 登上網問大家的意見 此人是美女還是師奶呢 我包括你聽到很多你從來沒聽過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互聯網上所有人都是… 有那句 說那句 說那句 各位 這件事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說的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互聯網是我們人類 至今為止我覺得最偉大 最重要的發明 因為它是可以令到每一個人 都可以毫無保留地 回復自我 釋放自我 以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網上看到的一段對話 很簡單的幾句說話 我在一個籃球的討論網上看到的 我特意抄了下來 就有個阿甲就說 很普通的籃球的討論 她說 姚明是當代最偉大的球員 阿玥就說 NBA有這麼多偉大的黑人球員 你不說 你說姚明 由一隻客藝的民族主義走狗 她還沒說完 人高你就敗 肯定還是一隻不過五呎的短身矮腳狗 太棒了 那阿甲就回答了 你這麼喜歡黑人 很明顯你是一個超越種種 胸襟廣闊的超級機佬 如果有一輛黑炭 懂得站起來走 你也不會放過 還有一句 快點燒炭 阿玥就說 你這隻中國狗 黑人就不是人 那包公是否是人 你這麼愛國我願意抓你死 都是被中國的坦克車撞死 各位你考慮一下 在現實生活裡面 你有甚麼可能見到一個陌生人 有幾句說話而已 分別稱呼對方做短身矮腳狗 照顧機 呼籲對方燒炭 還有被坦克車撞死 就是因為在互聯網上 你完全釋放自己 有個句說那句 新聞暴露 好像我的老友阿強 很喜歡在網上追求女 他第一句就來了 你受不了,你掩蓋著耳朵 阿強第一句來 在網上 他會跟一個女生說 第一句 你猜我的手在拋著嗎 你能撐住嗎 大部分女人都撐住 有三分二的阿強非常欣賞 他就是喜歡夠直接 有三分二的女性 第一時間就回覆 我馬上拘捕你媽媽 然後離開 好嗎 喂,在現實生活中 很少女生敢那麼直接表達自己 不信你明天上公司 你要找女同事試試 你真的把手插在後袋裡 Dora… 你以為我的手在拋著嗎 我告訴你 Dora多數都是… 真壞,也不知道你在做甚麼 真壞,真壞 其實她完全知道你在做甚麼 你就是一個賤人 但她說不出口 但如果在網上 那個女生跟阿強是同一類人 她就會回答 那你猜猜我的手在拋著嗎 阿強就爽死了 可以說三天三夜 這個話題 但我所想說的不是這件事 這件事不是最珍貴 最珍貴的是 阿強又會遇到 另一些女生會這樣回答他 你猜我的手在拋著嗎 有個女生就回答他 那你猜我又在吃甚麼 喂,你喜歡騙東西而已 我喜歡吃東西 我用甚麼理會你 我做回我自我而已 你問詳細一點 我就在吃公仔麵 而阿強最欣賞一個女生 就是在網上的 就是她問她 你猜我的手在拋著嗎 那女生就回答他 拋著就是癢 為何不試試周家全皮膚水 我真的想不到 這麼多人支持周家全 喂,我不管你 我是一個喜歡說養生衛生的女生 我就說周家全 你再問我去行 我介紹你用腳閃靈 我不用管你 在網上每一個人都恰如其分 就做回她自己 太多例子我舉不完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或者說一個故事 我認為是網上最終極的 自我釋放的故事 各位 你覺得有甚麼奇妙的 實際上 你跟一個朋友吃飯 透過吃一頓飯 吃了一個朋友 你想吃麥當勞 而結果你可以吃到 麥當勞 餐餐 給他吃 給他吃 這些真的算是吃得招職 給我一個宵夜鴿 要好身材 果然黃天不負妄中人 阿文一年以後 他的真命天子 波波出現 阿文要的人是30歲以下 阿波波是42歲 他想要一隻宵夜鴿 結果呢 就得到一隻 老火雞 但是阿文 都不可以投訴 因為 他甚至不用出門口吃 阿波波自己開了300公里的車 送到上門 到會 在阿波波 完全成為食物之前 他們倆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 不方便說 我只是說一樣 阿波波和阿文提出 不如在我身上 就切一塊肉下來 煮了它 大家試試味 我 我真的不想說是哪塊肉 我怕大家聽不懂 總之就是男人身上 最容易切下來的那塊肉 而到最後 阿波波果然就成為了 我所知道的人類歷史上 第一個完全出於自願的食物人 不是植物人 是食物人 但是如果你喜歡吃齋 我想他都不介意做植物人 各位 這個故事 是有兩個結論 你喜歡哪個結論 就看看你是哪一種人 第一個結論 就是我一直所說 人類進化了千百萬年 終於發明了互聯網 每一個人可以完全釋放自我 到一個地步 食人狂 可以公開精油 食物人 都找到他的貴宿 那就是說 這是一個沒有藉口的年代 食人狂 都找到食物人 有什麼難得過這樣 你想到我回水給你 我也想不到 我覺得除非你會吃一塊牛扒 一塊牛扒 自己懂得跟你說 你要多少成熟 食人狂 都找到食物人 我們還有什麼藉口 我找不到我的理想 我找不到我要一份工作 我找不到我要一間屋 我找不到我要伴侶 不是啊 那我真的找不到我小龍女 你怎麼會找不到你小龍女 就是說我不是藥過 各位 現在網上就是 很多小龍女 家裡已經有個藥過 她只是想找一隻神雕散散散 我神雕真的適合我 很多人都說我真的是一隻畜生 又或者你會喜歡第二個結論 就是波波喜歡的結論 各位 來到一個這麼難得的年代 你爭取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你可以完全釋放 幼稚園教你做的那個慈樂 是什麼 我是一個大便 又香又甜又好 是 被人捨 我們人類是最懂得黑色又默 從今天開始有人問你 為何你要這麼不開心 為何你要這麼整理自己 為何你要這麼失敗 為何你要這麼不快樂 我就說你可以答 很奇怪 你聽清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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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收拾、感到 我只有兩隻手 感謝大家先放在這裡 各位,今天是我最後一場 你趕時間回家 即是你已經很成熟的那些 先走了 現在是支持者時間,明白嗎 首先讓我弄清楚 因為有些朋友我一定要感謝 這次的表演的確是不容易的 謝謝…我會拿走的 你們小心,我不會飛去救粉絲的人 我不是劉華 因為劉華飛了下去 我還沒下去,我就打死了自己 我是想救你們,我沒那麼能力 我感謝…首先是一位龍尼女士 我想她今晚不在現場 但我非常感謝她 支持了我很多年 我感謝丹丹,我們的主持人 我感謝安妮 我感謝威廉 我感謝May 我感謝Helen 阿Wing 還有Tommy仔 我也感謝白韻琴 大家有時走過時 在銅鑼環見到一個公仔 那一鋪是她的 她願意給我唸一張錶帽 今天是最後一場 當然除了感謝這些 我的好朋友之外 也非常感謝 感謝有多少人 是第一次來看我的拍拍手 謝謝 好,我就是想聽這群人 這群人不要緊 我真的想真心知道 在這群人裡 有多少人是不會再來看我的 不要緊 謝謝你… 我不會記住這些人生的一、二 我很清楚 我真的數得出一、二 我非常感謝大家 有多看過一次的 有些朋友看了我 今年原來是我第十個動篤笑 看齊的,我非常感謝 你們看到兩個、三個、四個 非常感謝大家 可以拍嗎?拍吧… 沒關係,有他們 謝謝,我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但在這時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大家都看到我收到很多禮物 我每天在這裡結束後 很多支持者都會在外面等我 其實我不知道為何我有支持者 我不是太明白的 但除了美式之外,當然是 我收到一份這樣的禮物 這是甚麼 大家看真點,近鏡拍一拍 這就是著名的柳州棺材 我每天收到,我回家 我家裡有人看到,哭到 有很多朋友問我… 有很多朋友都問我 子華,你經常有很多節目 其實我不太知道這個節目想說甚麼 其實他只是想說甚麼而已 其實我這個節目有時都不是想說甚麼 但如果他想說甚麼 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看到一件這樣的事情 沒甚麼值得害怕 我那天還不小心打開 原來打得開 是真的有一股棺材香 挺香的 我覺得我們生活中 很多事情表面上是很害怕的 但其實真真正正所謂 What matters 真的跟我們生活有關 是重要的,其實是很少的事 這件事我會從今天開始 放在我自己的桌上 第一,提醒我生命很寶貴 第一,時間有限 第二,我希望可以來摘散紙 然後到有一天 我希望我乘坐巴士的時候 就好玩了 忘記帶散紙 放在棺材上 然後整輛巴士會停止 麻煩你,我想回去拿一部棺材出來 我還帶一部棺材出門 謝謝大家,謝謝 生命可貴,Be happy 不要做那隻蘋果 最多不要讓人吃 就是這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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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